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對於農業這個部分 我們最近在看到 金周刊的TPP怎麼辦 這個專題 那金周刊其實 也做了兩次這樣的一個 整個半版的專題 但是我看到他們整個 研究的來源 然後在討論受損的產業 跟被 就是有利益到的產業 都沒有提到農業這個部分 我現在在雲林訪問過 十個農民二十個農民 九成九都不知道TPP 是什麼 因此我們可以斬釘截鐵的說 兩黨兩大黨現在 就是 口徑一致的要加入TPP 可是呢底層的人民 完全不知道這個東西會帶 對他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就是一個絕大的黑箱 加入TPP其實 比TPP本文更可怕的是 加入TPP的錢金 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如果要加入TPP 我們必須取得現在所有TPP國家的同意 我們才有可能取得這個入場券 TPP的本文 到時候如果我們真的要加入 我們還有機會在立法院裡面 依條約地解法來監督 但是如果我們要取得TPP的入場券 就是我們要取得所有TPP國家 同意我們加入 必須一個一個去跟美國 日本 紐西蘭 澳洲 印尼等等的 馬來西亞等等的國家 取得他們的同意 這個取得同意的過程 我們就可能會涉及這些強權國家 要求我們調整各類的法規標準 比如說美國就會要求我們 進口美牛 取消這個黃牛症 或者是瘦肉精的食安標準 取消這個基改食品的標示的標準 這些不會發生在TPP本文 送進來協商的過程 不會 這些會發生在我們跟這些TPP國家 協商的過程當中 他就黑箱的要求我們 透過各種行政命令 行政規範 法規的變更 不用受到國會監督 就會上權入國 就會影響到我們人民的健康生計 等等的 而這樣的一個黑箱呢 我們其實大學生們 在太陽花所提出來的是什麼 是兩大政黨不能替人民做主 當他們當台灣的政黨政治 代議政治已經失靈的時候 大學生們敲醒了 這個台灣社會變革的這個警鐘 然後告訴台灣社會 要由人民更多的積極的參與 才會有這之後的九合一到今天的 台灣的這種快速的公民崛起 然而就在這次的立委大選之前 以及這個新的總統就任之前 國民黨政府在這段時間想要偷渡完成 TPP的這個入場券取得的這樣的動作 想要完成這一系列的規劃 同時我們看到另一個大黨即將成為執政黨的 我們可以大膽這樣預估 這個民進黨也是站在這個立場上 表現出來就是替人民做主 我們的立場很清楚 台灣的主權尊嚴不容侵犯 台灣的重大決定 如此重大決定不容黑箱 我們的政府通過自由貿易 在製造工作條件的惡化 以及對資方有利的產業經濟環境 這是一個全台灣百分之九十的人 可能會受害的案子 沒有道理讓兩黨背後是同一個財團 這樣的背景下 在立法院私相收受的做出決定 如果台灣可以通過立法院 在過去二十年來做出的決定 都是只對百分之十的人有利 對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利 台灣照樣沒有資格被稱為一個主權國家 台灣實質上過去二十年來 是兩黨輪替的封建社會 我們要求TPP要進入公民投票的程序 當然我們公民連署也在進行中 但是另外一個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的公投法 是非常不利於公民連署的 所以未來我們在立法院 只要立法院做了決議就會進行公投 所以我們要求進行公民投票 把受傷害的產業 以及我們到底我們哪些法律 會受到影響我們主權如何受到傷害 通通講清楚說明白 我們下期待 我們下期待 我們下期待